精神 李當佳 周安到底 誰当佳 其實我说实话 你們看有的人 女人明明長力也好好的 可是如果要是一副 棚头散发的样子的话 或是刘海很乱 你都不把它贴一贴的话 其实有很多时候感觉上 这是个欧巴桑的 真的 男人更糟 男人如果连头发都没有 就一定是欧巴桑 可是如果对很多女孩子来讲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说 那个刘海贴片 有很多时候 可是有些人贴那个 你还是觉得说 你可不可以贴漂亮一点 就怪怪假假的 好 那你想要当一个很时尚的 不是时尚的欧巴桑 你想要当一个很时尚的女人吗 怎么样那个刘海贴片 能够弄得非常漂亮呢 这个我们大嫂也知道 就要看大老婆到底怎么搞了 来 请看 昨天 真的是被我们家老公跟快递气死了 快递 为什么还有快递 我告诉你 你老公气你很正常 快递 真的 被老公气了就算还有快递 也是一伙的 你知道我怀疑她们两个是不是串通的 怎么了 我的女性尊严昨天整个被侮辱 还有今天都没有心情录影 怎么了 我跟你讲呢 话说呢 昨天对 我们这么辛苦 外面要赚钱 然后回到家就可以拖地打扫 像我们这种长头发的 你要打扫的时候 那个刘海 那个头发这样垂在这不可能 那我又还觉得说 一般传统都用鲨鱼造型家 对啊 这样很像欧巴桑 这样子好了 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 对 我就用现在最时下 那个年轻人 他们都很流行的一种黏法 就是像现在外面很流行的那种 发片 就直接粘在我的头上 对 就稍微这样轻易一粘 他就把头发都弄到后面去了 对 就是那种感觉像 日本美少女的那种感觉 对 对啊 那有什么问题呢 然后我就连了 然后我还有点故意在我老公旁边拖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这么的可爱 我就在他旁边开始拖地 然后拖一拖 叮咚 我就马上婆婆婆去开门 喂 找哪位这样子 他这样 然后快递看走 他这样 太太在吗 我就是太太耶 真的找死了 真的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说 我就是了 他 对不起 这个是早晨小姐 我说 好 然后签名 我就拿出 我就把门关了之后 我就走回来 我就跟我老公抱怨说 我说那个快递 怎么会对着我说 太太在不在呢 嗯 结果老公就撂下了一句话 掉头就走 他就说 我就叫你不要穿成这个样子 你那个头发弄成这样子 你不要做人 我还要做人耶 好狠哦 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你说这样气不气 是因为你戴的那一块吗 对 他嫌弃你戴的那一块 对 其实我之前戴的那一块 我们家老公也说是 戴在头上 真的 因为欧嫩嘛 他觉得很丑啊 可是怎么会现在时下那种 就是日本流行女孩子 不都是这样子打扮的吗 但是你就不知道 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有点什么 地方不太一样 真的耶 对不对 就是有蜜蜜蜜蜜的 而且还有一个心 一个爱心的形状 对啊 这样是很有型 这应该是你就是故意买的吧 没有 我跟你讲 要如果你真的要买到这个 我看两三百块跑不掉 我们今天要教大家 怎么样自己动手 就可以做出这么可爱的法式 好 可能自己动手做成这个 很简单 我们又说了 你们家里呢 都有的东西 你把它拿来用就可以了 首先呢 当然啦 还有样东西要去买 但是再怎么买 都比你去买那个 髮片 那个贴片要便宜 像我们这样啊 外面不是有很多卷头发的吗 一组大概才三四十块 可是你要选的时候啊 你就要注意喔 像我们买这个 你一定要选这个表面 是像魔鬼毡这种的 对对对 然后呢它要可以撕得下来的 为什么呢 我等一下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把它撕下来 再来呢 我们就可以当然啦 像剪刀啊 刀片 还有 如果你有那些已经穿过 不需要的牛仔裤 或是牛仔外套 的那个布 你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呢 等一下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用牛仔布 再来呢 就是一些你做装饰的东西 像你家里有一些 不要的衣服上面的花色 你觉得很好看的 用花样的 你就可以把它留下来 对 然后加上啊 你可以去一些材料行 买一些很漂亮的布 颜色鲜艳的布 然后还有一些缎带 缎带也可以 对也可以做装饰 甚至像现在很多的那种 衣服上面都会很流行 有一些水鑽的那种也可以 或者是 你就可以去买那个鑽啊 来贴 怎么贴呢 我现在跟大家讲 我们先呢 想想看你想要在 什么样的形状 你就在纸上 先把那个图案描下来 然后把它剪下来 接着呢 我们要把它 跟这个牛仔布 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对 基本上我想要用牛仔布 因为它比较硬 它比较硬 所以呢 因为我们这个 好 我们先把这个撕下来 给大家看好了 很用力的 真的 撕下来 真的需要蛮大的力气 这个不要了 好 中间都不要了 这个都不要了 我们就只要这个东西就好 那你看它是会Q起来 对啊 对啊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 用比较硬的布 把它这样贴起来之后呢 它就不会Q起来了 对 对不对 因为它就有那个重量 对 那我们先用双面加 把它固定起来好了 好 真的 我们在家里也要美美的 好 这个也是 我看直接就把它放在上面好了 好 也可以 如果你想要用描的也可以 或是你就稍微贴一下 我们稍微贴一个小小的在上面 把它贴上去之后呢 就沿着这个边 把这个形状剪下来 好 好 好 我们现在大概就黏这样子 对 看到哦 这是纯屁 所以呢 你看这跟我的头上 这已经开始有一曲同工之妙 对 我们现在呢 就要在上面做一些装饰 我们就再贴一层布 比如说这很花 对不对 很漂亮 对不对 我们也是把它固定在上面 所以每次我们在外面埋 对不对 你总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对 就是好像就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不完全是按照你自己想要的 对 就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突然 你看 你看 马上感觉又不一样了 那一种感觉 对 对 然后呢 譬如说我也可以用断袋 对 好 来 你看 你看 马上 有没有 好漂亮哦 又不一样的感觉了 如果今天带这个回家 我相信 应该不会嫌弃了吧 真的 那我去那个快递来的时候开门 他会不会说 你先生在不在 对啊 马上改变了 没有 他可能会想说 小姐 你有没有男朋友 真的 对 OK 所以呢 就是我们今天教大家的 一点小巧思 就可以改变你家里面的收招 你觉得看不太顺眼的东西 对啊 就自己再加工一下 就马上又变得跟新的一样 真的 而且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东西如果有的时候我们 家里都会有很多 就已经觉得旧了 不想用了 真的先不要丢掉 你知道运用一点巧思 它又可以成为很漂亮的东西 像我们你看 现在戴上这个 整个人就显得不一样了 对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呢 你也有这样子的一些小点子 可以给我们的话 就欢迎你提供给我们 然后提供给我们 这些聪明的小点子 非常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传承到我们的专线 02 55 26272 今晚谁当家企画不收就可以了 大老婆小聪明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银友儿精品 明星妈咪为之疯狂 第一个就是 好可爱 小狗狗 小狗狗 要买… 小狗 要买… 一次卖一台 對啊 你真的很帅 好可爱啊 你可… 不行 不行 没有买到才可以 三千就可以摸 三千就可以摸 好不好 三千才能摸 银友儿精品 便宜大拍卖 廣告后马上回来 好 好 來 不是猛龙不过疆 不是厚康的不拿来拍卖 來 鄉親啊 今天大家都有厚康的 我必须講 今天来当家的呢 都是凱子爹凱子娘 對 還有未来的凱子爹跟凱子娘 對啊 除了我以外 OK 其實現在的爹娘呢 說實話 為了小朋友 什麼錢都捨得花 對不對 你只有小孩子都還沒出生 就已經買了一堆的東西 而甚至有時候還不管生出來 是男的是女的 對 反正全部都照自己的想像去買 就買完以後呢 要不就是不合穿啦 要不然就是穿不到一次就過時了 反正 留一大堆 反正就是不能用 對 其實呢 這些父母只是為了滿足自己 童年欠缺的那種欲望 對 所以呢 既然是這樣的話 有這麼多的好東西 擺在家裡面不用 不如就拿出來分享給大家 所以今天的節目現場呢 我們就要請很多這些父母們 把自己當初幫自己的寶貝買的東西 買的豪華 拿出來拍卖 豪華的垃圾 你幹嘛叫 你等一下要被搶 我要看狀況 叔叔 你可不可以買給我們 你說什麼 現在是開始叫叔叔要買給他們了 對啊 不要這樣嘛 本節目 我們兩個很難養 本節目一向有一個 主持人不介入雙方的買賣 OK 好 很遺憾 好 那今天會有很多的爸媽 拿出他們的好寶貝的東西 然後拿出來拍賣 所以先介紹 今天到底有誰要來搶這些